中国军机近期大规模扰台 引发国际关注 也让两岸情势更为敏感紧绷 而不止台湾 香港的情势也非常严峻 中国对香港承诺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诺言 才刚走过24年 北京当局却在去年2020年6月 通过了港版国安法 把过去香港自由的氛围 带入黑暗时期 也使得作为香港一国两制 重要指标的新闻自由 进入延东 今年6月成立26年的香港 苹果日报被控报道内容 违反国安法 不但核心人员遭到逮捕 营运资金也被冻结 香港苹果日报 不敌这样的重疾 终于宣布停业 成为国安法下 第一个倒下的媒体 没有苹果后的香港 现在是什么模样 恐怕消失的不只是一间新闻机构 而是香港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 来看独立特派员记者万真文 黄振渊的深入观察 是香港一百四年历史里面 最大的一些新闻打击 欢迎准时收看九点半苹果新闻 我是谢兴仪 很遗憾在这里和大家说 今晚会是最后一晚 播出九点半苹果新闻 香港新闻界这一次 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的损失除了自由 还有新闻的品质 在所有的自己都在想 我怎么去避免触碰到国安法 而我还能做我以前相信的新闻工作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难题 你问我有没有新闻自由 就是我到现在 我是觉得我还会有 因为我没有放弃 我们没有放弃 6月24日的这一晚 许多香港人彻夜未眠 他们从午夜起 就在爆摊前排队 只为了买到最后一期的苹果日报 这个是一种表态 是一种可以说法事 可以跟政府说 我们香港人其实从来没怕过 这一份会是一份香港人最后一份的报章 那可能未来没几十年 都可能或者一百年我不知道 可能都没有香港人的报纸 香港苹果日报最后一份报纸 以头版标题 港人语中痛别 我们称苹果 来跟大家告别 这期的印刷份数 比平时多了十几倍 来到一百万份 确仍销售一空 显示了支持者的心情有多么不赦 苹果日报身处绝境之时 也正逢创刊二十六周年 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 香港苹果日报誓言要成为一份香港人的报纸 这个时期 香港传媒的多元活力 回应着当地的自由与繁荣 二零零零二年非政府组织 无国界记者首次发布全球新闻 自由情况排行榜 香港在百余个国家中名列第十八 想不到在近二十年后的二零二一年 居然已跌至第五十八名 关键正是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中共政权逐渐把手伸进媒体 进行控制 可以警告的 就是比方说官员 官员他不回答 我们都可以打电话去 你一定要回答 警察的地位 他的权利 是不断不断去壮大 所以他可以打自己 可以告知者 现在他每天都告诉你 他可以进你的家 可以进你公司 拿你的电脑 拿你的手机 那我觉得现在香港记者 坐下去是没有一种安全感 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一个关键重疾 发生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中国人大委员会通过港版国安法 罗列分裂国家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以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四项罪名 而国安法的法条里 明显透露出政府可以光明正大的 以国家安全之名 直接控管媒体 第九条他规定香港政府应该就涉及国家安全和反恐事宜 对媒体网路等加强指导跟监管 好 那第十条 特区政府应该通过媒体网络等展开国家安全教育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需要借着你媒体来进行这个网络 这个国家安全教育的时候 我也许可以征用你的时间 那征用你的时间 我甚至可以征用你全部的时间 那第五十四条 特区政府新成立的国安公署 他负责管理这个外籍媒体在香港设置的机构 那这个是把这个管理外籍媒体的这个责任 从原来的这个香港特区政府里面负责新闻的单位 直接转移到了国安公署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管理权的转移 就在香港言论自由空间 极具紧缩的情势下 公开支持民主运动的苹果日报 不免成了当局的眼中钉 二零二零年七月 国安法实施之际 依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接受美联社专访时 就有被逮捕的心理准备 我需要继续 我的家庭和妻子可能要离开 但如果我离开 我会完全毁负责自己 我不能够做 如果我离开 国不其然 二零二零年八月 黎智英就被控 涉嫌违反国安法 十个月后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香港政府在下重手打压苹果 这次的搜捕非同小可 警方不仅进入苹果日报大楼搜查 拘捕五位核心员工 还冻结苹果日报 共一千八百万港币的资产 这一夜 飘下细雨 香港苹果日报大楼前 聚集了近千位民众 他们情绪高张 但心情却很沉重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苹果日报在营运资金 遭冻结的窘境下 被迫倒闭 在隔天 二十四日出版最后一刊后 结束运作 支持的民众 来到苹果日报大楼外 用手机点亮黑夜 表达守护与喝彩 不舍活跃香港二十六年的苹果日报 正式走入历史 关于苹果日报的司法问题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她不宜评论 但她指出 一般新闻工作不应该涉及颠覆政府 不能让国安法形同虚设 强调有法必用 违法必救 批评特区政府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有意图 有组织 有煽动 去颠覆 特区政府 当然是两码子的事 但正如我所说 传媒应该有能力 可以作出这个分别 在香港新闻自由进入严冬之后 香港媒体真的能明确知道 那条不能踩的红线 究竟在哪里吗 苹果日报被杀鸡儆猴的例子 记者们睁大眼睛 已经高度关注 事实 这是真实 但是我们去报道 就是报道这个真实 但是他会觉得 你的动机不了 所以是串谋外国势力 到目前来说 公众是不知道 到底他们 做了什么事情 来被政府 控制一个那么严重的罪 苹果日报事件中 当局并没有清楚说明 被指控的文章 有哪些内容踩到红线 只是概括的直指 文章违反国安法 导致香港新闻界一阵恐慌 尤其是记者们 在想要善尽报道责任的职责下 被迫自我审查 内心充满恐惧 政权要寄造出来的一种气氛 一种氛围就是这样 就是你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但是好像到处都是红线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 内地的那种新闻记者的状况 我觉得更差一点 因为他们还已经建了一套 潜规则 大概都知道 他不在哪里 就是干区在哪里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那那种恐惧更大 恐惧带来寒蝉效应 在苹果日报停刊的效应下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 日前宣布下架2021年5月 及之前的转载及投稿评论文章 随后 另一网媒 Winamec Media表示 基于安全考量 撤出香港 此外 852邮报YouTube频道 也撤下所有旧影片 即便由香港资深传媒工作者 和新闻学者创办的重新闻 强调他们是 真正在做当下发生的新闻 所以目前没有下架文章的计划 但也难免受影响 有一些作者 或者是有一些受访的人 他们比较忧虑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要考量到 他们的忧虑 他们比如说有些是 他们希望可以把 过去的文章下架的 我们也尊重他们的要求 不止媒体单位 对国安法有诸多防范 记者个人在撰稿时 除了自我审查 在求证与选题上 还要加倍小心 言论自由的香港已不复存 如今风声鹤唳 香港还有新闻自由的空间吗 有人会谈到说 譬如这些网路时代 你把基地搬到台湾 你把总部搬到台湾 搬到美国 搬到日本 你一样可以运作 但是大家知道 就是说新闻是一个非常非常 在地的行业 你没有记者在现场 交走到现场 你就没有办法维持 那个新闻报道的及时性 跟它的品质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查证 就是你坐在台湾 你不可能去查证 香港的新闻 就很困难 新闻的自由跟品质 无法兼顾 这是外移到海外的媒体 眼前最大的瓶颈 香港新闻媒体 能不能回复以往 百花齐放的荣景 恐怕是个大难题 但即便悲观的氛围蔓延 不少资深的记者 更坚定地认为 记者的勇气 是香港新闻自由 最后的防线 我觉得真正没有新闻自由的时候 不是在产权的压迫底下 要是真正没有新闻自由的时候 是你自己说没有 你自己不去 你自己就去化地为炉 就像说 你会想象很多红线红线红线 然后我今天这个不讲 这个不讲 这个不要碰 要是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 那就没有了 苹果日报的遭遇 是香港新闻自由 迅速恶化的重大指标 反观台湾 相对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空间 除了珍惜这样的环境 我们能做的其实更多 那今天最自由的一个 华文新闻的环境 大概就是剩下台湾 那我们能不能够担负起 原来香港所担负的那个使命 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观察 报道评论这一块 但是我虽然不看好 但是也只好希望台湾的同行们 或者是上头这个制定传播政策的这些政府官员们 能够地势到在香港人往之后 台湾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即便香港传媒的言论自由逐渐被消失 被打压 但新闻媒体人守护新闻自由的斗志 仍然高昂 值得我们致敬与继续支持 香港苹果六月停肝至今 后续效应仍在发酵 政治环境越发严峻了香港 几个月来已经有四十多个公民组织 还有团体宣布解散或停运 公民社会的噤声是继新闻自由后 另一个令人忧心的警钟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